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悲劇的事情 大家知道之前我才剛換了這條日規的RK銀鏈 在那個時候的更換影片中 我有提到就是因為我的車墊 我去委託的施工車 它沒有RK鏈條的特工 所以它這個鍊木 這個活木呢 它是用比較土砲方式給逼上去的 然後我們發現到是這個活木 它已經變石木了 在旋轉的時候它這邊已經變成石木了 它這邊已經咬死了 這個活木它現在就是完全沒有用 它已經變石木了 然後今天早上我聯絡了新北的納普斯 他們有這一節的活木 而且他們有祭司在電可以幫我服務 所以等一下我會去納普斯 把這個活木給更換掉 然後納普斯它也有 專用的RK鏈條工具 可以處理這個活木的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出發吧 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 是一個活木的小廉 有一個活木的小廉 是一個活木的小廉 在來年生物 在這次的活木 找來一點 然後再一次 在這裡 可以尋找 它們的小廉 大小廉 就是有什麼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納普斯的祭司幫我新安裝上的活目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用RK特工打下去的活目 它的金銅色的地方就變成一個錐狀的樣子 然後整個撐開來頂住這個活目 然後它上面就會 它不會像我上次那個硬逼的這樣 就是好像只是硬頂上去的感覺 它這個就是用特工逼的就是會比較漂亮 而且它可以確保這個活目不會因此而損壞 但是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個活目的顏色 大家有沒有發現跟其他的顏色的光澤不大一樣 因為這個是比較等級低一點的XSO的活目 那我那天跟納普斯確認的時候 他們本來是說有RXW的那個活目 但是去到之後才發現它的RXW是金色的不是銀色的 所以為了避免色調差太多 我選擇就是第一階的活目 它的油風等級是第一階 然後它這個 銀色的表面 它是比較像鐵銀色 不像這個是亮銀色 感覺比較高級的質感 這兩箱比較就是有差別 大家可以看我手指在那邊晃動的那個光澤度有沒有 對這比較可惜啊 不過至少這個活目已經弄好了 就是正常了 不像之前那個活目就是被打到壞掉了 所以 嗯 如果大家要去換這類的鏈條啊 記得找對車墊 對 如果車墊沒有正確的工具的話 技術再好也是會把這個活目給搞壞掉的 好 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為了這一次這個殘局呢 我有多花400塊 下次就知道還是要找有特工的店家 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大家這個分享 我是世界重看andinav